詞曲 李宗盛 我自己覺得應該要出來說給別人知道什麼做才是對 什麼做才是不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看著在過去這段時間發生了那麼久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 可能是學生 他們出去了 我覺得他們未必找過一個對的方向 我知道他們做的事好 最怕的情況就是頒布了禁制令 但有很多年輕人還留在那裏 就好像我們看到網上有很多人說很支持學生 繼續留在那裏 但他們自己都沒有在那裏 那就是為什麼你還要繼續助長他們 告訴他們知道他們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我很希望法治如果他們想得到公平 想得到和平的話 其實真的一定要跟隨立法廟所頒發的禁制令 所以我們作為90後也是大學生 其實我們是有需要站出來就是 我們既關心社會的發展 也都是很願意和很希望用一個理性和合法的手段去表達我們自己 因為今天直接有人提出不遵守這個法律 這件事是無論對社會國階層都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香港就148年開始到現在 為什麼成為一個這麼全世界的人都關注的城市 因為我們有法治精神 在新聞上看到這麼多的年輕人 不理會我們的法庭的頒布法律 其實是你很痛心的 因為你今天可以這樣做 那你下一代呢 不就是你下一代都會這樣做呢 這是相當不值得鼓勵的行為 你在爭取民主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為其他人帶來一個相當大的影響或者阻礙的話 那個叫爭取民主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產生很大的影響 交通啊 心理上很大的障礙的話 其實你可以叫搶民主 並不是叫爭取民主 人生不變欺佩 難以絕無加侶 實際上自己也有點心痛 因為香港是一個前輩 一手一腳很建立出來 很害怕就是因為這一刻 唱到那個拖落來的時候 香港是靠成功也是靠恨 不過法治作為核心價值 就是如果真的很多人不聽這個東西的話 不聽這個法治精神 就是不尊重法治精神的話 就是別人以後 都不會對這個法庭的判決會有尊重 就是不理法庭的尊重 就是會影響很大的 其實我自己就開音樂學校了 一個字中這段期間 就是我昨天結算 我整個月生意下跌了六成有多 就是家長會擔心一些學生 就是那些小朋友來到佔領區 不怕有些什麼危險 所以不讓他們上去 那裡一半了 那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部分呢 就真的走了去參與佔中這個運動 是的 那我們都很無謂了 就是證明示表 就是盡量都鼓勵他們的公公手法 但是我們是尊重他們去表達他們的意願 但是就是建議他們去公眾的地方 好像今天我們的場地 我們都有申請 甚至乎可能去維多利亞公園園 可以申請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相信特區政府 甚至乎我們在旁的市民 也見到他們這麼有決心 也都可能會支持他們 但是他不是用霸佔的方法去影響民生 他現在是沒有辦法 真的不幸福 你不幸福 我可以在外國 也有不幸福 我可以去表達他們 是哪一種 快樂 那是静音樂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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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